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柏芝每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都和他的孩子有关 这次也是一样 这么多年坚持一个人带三个儿子 一直有媒体形容 张柏芝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男人 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 就说明了一切 但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如此 三儿子的亲生父亲 又是谁呢 之前谢贤采访不小心说漏嘴 谢霆锋为此急忙发声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众所周知 张柏芝所面对的家庭 用一团乱麻来形容 他的记忆里 小时候父母好像永远都在吵架 在他母亲怀他的时候还想过打胎 他的出生不被这个家庭所期待 所以在他九岁时 父母就离异了 而且他的父亲是个 有黑道背景的赌徒 张柏芝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早年出道获得周星驰的栽培 新女郎光环让他迅速成名 后来就遭遇相家封杀 差一点就退出娱乐圈 后来名气稍微恢复 和谢霆锋结婚又传出于陈冠希的照片 让人措手不及 还好谢霆锋并不介意他的过去 本来以为这对夫妻会一直走下去 后来张柏芝飞机偶遇陈冠希 竟然开心合照 结果由于性格不合 谢霆锋和他离婚了 这些年张柏芝经历的起起落落 或许只有他自己清楚吧 还记得之前张柏芝的凡尔赛发言吗 我不吃夜宵会睡不着 而且越吃越瘦 当然他也喜欢给自己 暴饮暴食的行为找了个借口 肚子吃得越来越大却是真的 大到都传出怀孕传闻 直到2018年张柏芝通过工作室 宣布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 这第三胎是和谢霆锋离婚后有的孩子 消息一出再次引起公众的议论 但一直没有正面透露孩子的生负 自从和谢霆锋离婚后 张柏芝的经历主要放在带娃上面 他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 是在大家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 对于谢震轩和谢震男 大家都无比熟悉 一向在养娃事业上很高调的张柏芝 到哪里都喜欢带着儿子们一起 尤其是当二儿子出生后 谢震轩就帮妈妈一起照看弟弟 是个十分尽职尽责的哥哥 对于孩子们的和谐相处 这也是一直以来让张柏芝骄傲的事情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 一向高调晒娃的张柏芝 竟然秘密生了第三胎儿子 直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三胎儿子生父是谁 给大众留下五线遐想 2019年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张柏芝 第三胎儿子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人们纷纷将目光锁定在 三胎生父是谁的问题上 实际上一直到现在 除了张柏芝及其好友 估计没有人知道其三胎生父是谁 不过即使如此 一点也不妨碍张柏芝 继续好好爱自己的孩子们 在三胎之前 张柏芝已经与谢震峰生有两个儿子 在离婚后 两个儿子随张柏芝生活 通过张柏芝的社交媒体发布的动态来看 她十分喜爱两个儿子 甚至有网友经常在外面玩 会偶遇陪伴儿子们一起玩耍的张柏芝 由于经常和孩子们一起玩 也为张柏芝树立了好妈妈的人设 其实 对于张柏芝这个段位的女明星来说 好妈妈人设已经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了 重要的是她能够与孩子们相处生活 之前张柏芝发了一张合照 应该是在为她的儿子举办生日宴会 照片中 两个大一点的儿子都露出了真容 只有张柏芝怀中的小儿子被遮住了 但是细心的网友还是发现了端倪 看着整体的身形酷似混血儿 重点是一头金发 或许有人会怀疑 会不会是因为镜头或者灯光的因素导致 但是他们四人的头发各有千秋 颜色都是格外分明的 不会存在灯光或者拍照角度造成的视觉效果 大儿子和二儿子头发颜色都是黑色 而且在婴儿期并不存在有金黄色头发的现象 由此对比第三个孩子不是谢霆锋的 因为和前两个孩子差距实在太大 也有人怀疑张柏芝生第三个儿子时是高龄产妇 但是高龄产妇不可能让基因突变吧 在科学上也是不成立的 之前谢贤承认了张柏芝的第三个孩子是他的孙子 但明显可以看出是有点牵强的 后来谢霆锋急忙发声 澄清不是三胎的生父 谢贤也表明不关他们家的事 此事过后张柏芝又传出不少绯闻 有网友猜测 张柏芝和三胎的父亲是一位65岁的新加坡连锁饮食集团股东 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上市公司 但有知情人爆出了不一样的说辞 该消息是由养合医院的医护人员爆出 他称孩子的父亲并非65岁富豪 而是一位香港歌手 为梁兆峰 不过当时双方对此都进行了澄清 否认了恋情 梁兆峰曾经晒出过一张疑似在医院的照片 似乎又为这一消息增添了实锤 后来媒体记者联系到梁兆峰 问他关于张柏芝三胎的消息 他本人亲自回应 很久没联络过了 其实张柏芝对孩子的好 不仅体现在日常关系上 更重要的是张柏芝对孩子的教育 谢震轩长大后经常带着弟弟谢震南 现在谢震南也长大了 两个孩子就开始带着三胎一起玩 兄弟俩都穿着黑色泳衣 在泳池里玩耍 张里承的小手肉乎乎的很有弹性 哥哥抱着弟弟实在宠溺至极 谢震轩绝对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好哥哥 看到这样的场景 张柏芝感叹到好感动 这样的画面 普通大众看起来也是十分感动呢 不管张柏芝的风情如何 但是他对孩子的爱 以及对孩子的教育 的确是让大众看在眼里 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以及生活经历 使得张柏芝将心中更多的需求 放在精神补足上 再加上他不幸的婚姻 使得他不止一次对外公开 表达自己对小孩的喜欢 所以他与谢震风离婚 他再难也一定要把两个孩子 拉过来一起生活 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与两个儿子大多时候 看上去都很快乐 尽管后来有很多人指责张柏芝 拿孩子搏热点造人设 但是张柏芝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还是会在自己的工作之余 带着儿子出门旅游去玩 他会用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儿子们 尤其是张柏芝生了三胎之后 两个哥哥和妈妈一起照顾小弟弟 这也使得即使媒体经常去拍三胎宝宝 经常引失败稿中 哥哥们和妈妈将弟弟保护得很好 除非是张柏芝主动爆出照片 一般情况下是无法看到关于三胎的消息 由此以来事情的真相便不言而喻了 就算张柏芝有三胎了 那也跟自己无关 云里雾里的真让人捉摸不透 虽说之前网友对于张柏芝四胎传言的沸沸扬扬 但除了一直澄清以外 似乎也在用行动证明自己并未怀孕 单亲妈妈的艰辛让许多粉丝心疼 对于张柏芝来说 由于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父母早早就离婚了 她从小就认识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牢靠 只有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陪伴 才是长长久久的 而她选择一直生下去 这样才不会孤独 一个孩子长大了 还有另一个陪着她 之前张柏芝参加康熙来了 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不管未来的老公会不会有外遇 就算离婚老孩子的抚养权 也要归自己 只能说这一切姻缘巧合 看似都是安排好的 当年与谢霆锋离婚 别人眼里的金童玉女分道扬镳 两个儿子的抚养权交给了张柏芝 这些年张柏芝也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而前几年张柏芝也对 和谢霆锋曾经的婚姻表示释怀 不仅在直播间中当众表示 谢霆锋很好 还感谢他给过自己一段美好的爱情 而这样的两个人 又怎么能够走得长远 所以很多人说离婚都怪张柏芝 因为当初的艳兆门 也有人指责谢霆锋毫不顾家 根本不在乎孩子 但中间真实的原因 或许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了 这些年轻人都怪张柏芝